最近早晚的温差很大 所以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有很多 民众除了看医生吃药之外 我们提供几个办法 可以让你减轻你的症状 第一个就是说你平常在洗澡洗头的时候 头发湿湿的 不要只有擦干 一定要让它吹干 吹干了之后 头这边温暖了 鼻子就会比较舒服 那第二个 我提供各位几个按摩的方式 可以减缓鼻子的不舒服 第一个 就是用你两个手指的食指 然后从你的眉心往上推 一直推到剪髮劲 上下摩擦 那第二个 这样捏硬糖 用你的食指跟大拇指去捏 放捏 放硬糖的部位 第三个是按摩鼻侧 我们用食指跟中指两手放在鼻子的两边 也是上下的摩擦鼻侧 这样子可以让你的鼻道比较温暖 那最后一个就是银箱穴的按摩 那银箱穴的位置呢 它从鼻子的下面画一条线 然后跟你法令纹交界的地方 用两根手指往内按压 这样子的按摩可以让你鼻子舒服许多 鼻子不舒服的时候 尤其是鼻塞 那我们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吹风机 从你的头顶的部分吹 到头的后面 脖子的后面 一直到上背部的地方 用吹风机 把它吹热了 那吹热之后 戴个帽子 保暖 鼻子的鼻塞 流鼻水打喷嚏 会有很好的环节效果 第三点 我们要强调的就是 平常还是要多运动 运动可以让你身体的免疫功能加强 然后让你的体力比较好 症状自然就会比较缓解 饮食的部分 有一些该注意的部分 大家要特别小心 第一个就是生冷的瓜果 那生冷的瓜果 包括含性的西瓜 哈密瓜 香瓜这一类含性的水果 另外第二个就是 温度比较低的饮料 冰品这一类的东西 因为嘴巴跟鼻子很近 如果你从嘴巴吃了冰的东西 整个鼻子附近 它的血液循环都会变得不好 不好的时候 整个的症状就会加重 现在空气不好 所以出去外面 最好要戴个口罩 保护一下口鼻 然后戴个帽子 保暖一下你的头部 这样子对于鼻子的症状 都有缓解的作用 那有一些饮食对我们的鼻子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天气冷的时候 早晚或差大的时候 不要喝冰水凉水 喝一点热水 会对口鼻的症状有缓解的效果 那我们也可以煮一些姜汤 我们吃饭的时候会煮一些热的汤 在它煮刚煮沸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一把葱花下去 那用葱花的挥发油 它会让鼻子保持畅通 所以对鼻子症状的缓解 也有很好的效果 以上介绍的这些方式 对于你们鼻子过敏 鼻子的不舒服 都有很好缓解的效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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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